就像比如说 深仙会不会你到任何地方 别人都要你 比如说标个高音 或者唱一个什么 对不对 会真的 因为其实我跟其他的歌手 多了一条 被大家去接纳接受的过程 因为大家会看见一个男孩子 唱出这样的声音 声音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到后面 我会发现我在台上 大家就是一定要我惊艳 可是 我就支持一个普通的歌手 我哪有那么多可以办法去惊艳 就有的时候我也想 特别想在台上特别安静 或者特别认真的唱完一首歌 但是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经验过 我也在给自己那个加索 我觉得标签不可怕 可怕的是 如果这个太深入人心 万一有一点点跟标签不符的 那个所谓叫人设崩塌 或者说那种标签对你的反噬 其实很可怕 是是是 标签别人给你贴 没关系 你自己不能往上贴 对 别人给你贴完标签之后 你可以不在意他 但是你可以带着他走 别人愿意看就看 但你不能老跟人说 你看我的标签 独奈 你不能走到哪儿 你看我独奈 对不起 还可怕於你 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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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冷浪